當時這名女子就是來到這間樂器公司要應徵主管特助的職務 沒想到卻是幫詐騙集團當車手還進了警局 對此樂器公司回應他們並沒有委託任何人力公司來應徵職務 實際來到桃園這處樂器公司登記的地址沒有任何招牌 附近住戶都不知道公司業務是什麼 卻突然被爆出有人應徵受害 在去年底公司曾經回應有接貨民眾在人力銀行 應徵公司工作受騙 就相關詢問內容核實後並沒有委託任何人力銀行應徵職務 公司曾經自己被冒名詐騙 但到底這名受害的蔡小姐是怎麼落入詐騙集團圈套 有交我要怎麼進庫存 然後要怎麼批價要單要怎麼打 那就是報表要怎麼打這樣子 對就是還有視訊教我 不只教學庫存系統 當時面試後詐騙集團幕後成員叫盤點更新 被害人詢問還需要執行什麼 又說要繼續尋找商品廠商製造商 還會交庫存盤點操作怎麼用 過幾天要求回傳 一次有確認一步步教學 讓被害人信以為真 沒想到卻變成詐騙集團車手 被告有沒有去查詢所謂的公司資本額 認為公司的資本額一個月登記只有十萬元 那你一個月薪水卻有三萬六千元 那公司發三個月就應該要破產了 你怎麼沒有這樣子的注意義務去認為 這間公司可能是假公司 套用在一般社會勞工階層的民眾身上 我認為這是毫無期待可能性的 一種注意義務的行為 地檢署罕見分案 檢察官認為他取款沒有喬裝不像是車手 而另一件被檢察官起訴 則被認為應該要質疑公司的真實性 被詐騙集團利用 檢方已加重詐欺洗錢等罪起訴 可能會被判刑兩年以上也不能一顆罰金 這或因為面試時沒更加謹慎 害得自己背上刑責